Custom 我們有問題 我知道 謝謝 我知道那只是電影 阿波羅十三號裡面的經典台詞 但全世界都知道了休士頓 不過這裡不只有NASA 還有非常火紅的好小子林舒豪 跟著阿波羅十三號裡面的經典台詞 我可以搶我來到休士頓追火箭 詹姆琳 We are coming 以前想到休士頓 絕對就會聯想到NASA太空總署 不過現在讓全世界只要一聽到休士頓 直接嘶吼吶喊的就是我們的Linsanity 詹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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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神降臨 讓休士頓旅遊的魅力指數飆升 連好萊塢明星 甚至美國總統都爭相來訪 這是他們的爵士早餐召喚 真的嗎 女人很愛她 對 我們有些歌手 歌手 誰 小女孩名為Beyonce 你有沒有聽到她嗎 她非常有名的 Beyonce 她在跳 除了讓Beyonce 零說好都為之瘋狂的怪打美食 艾丸克這次還要滲透NBA休士頓主場 帶你一窺球員與球場會一層曝光的一面 充滿驚喜的NBA主場 稱霸德州的美食餐廳 艾丸克到休士頓追火箭 吃喝玩樂的終極攻略準備發射 Risk Risk Fire Fire 美國德州第一大城休士頓 每年吸引全球超過700萬人次造訪 其中超過半數的火箭迷 除了到NASA看火箭 最重要的就是還要到球場追NBA火箭的Linsanity 不過看球賽總要吃飽才有力氣吶喊 這間讓好萊塢明星都尖叫的餐廳 是說裡面藏著休士頓最怪的食物 好,好,好嗎? 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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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好嗎? 好嗎? 第一大爆USA Today 都大聲稱讚的 這間爵士早餐吧 可說是休士頓排名第一的人氣早餐店 你一開門不到十分鐘 長長的排隊人龍立刻出現 不過店內最大的亮點 絕對還是你一輩子 都沒看過的招牌早餐 I wanna have for a signature This signature is in the office Yeah Yeah, a signature Is our free day? Yes 我剛剛說那個 signature 我聽到一個很特別的組合耶 你知道嗎 Oh, thank you 很好的 你聽到他講的嗎 What Wing a waffle? Yeah 有聽到他講的嗎 聽起來是不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組合 這是他們的絕式早餐招牌 Oh, really? Wing a waffle? Yeah It's legit Pickle 絕式早餐原來就是 雞翅配Waffle 別小看這怪異的搭配哦 因為這套另類的絕式早餐 可讓許多好萊塢迷信 都為之瘋狂 不過這怪大早餐 要怎麼吃才對味 趕緊找個人來問問 Sir, excuse me It's so fun I have a seat here with you Oh, yeah, sur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 plenty of room Yeah, so many people here For the best breakfast? Yeah, it is the best breakfast Oh, really? Yeah, I love it So, you come here open? Oh, yeah I do I come here every day Why? Why you come here every day? Well, one, because the food's so good Uh-huh And then two, because I'm not open Oh, you're the only owner? Yes You're the both of this store? Well, my wife's the boss So,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this Oh, yes Fried chicken with a waffle Yes This is what kind of food? Yes Fried chicken with the waffles It's a little bit sweet Mixed with the savory The waffle is sweet Chicken and savory Makes a great combination 把Waffle 跟Fried chicken Mix在一起的口味 Oh, my God I can't wait for you to try it Yeah I think you're gonna love it 這有點緊張耶 這老闆面前試菜的感覺 他現在馬上我吃 他就要看我的反應耶 You shouldn't be nervous at all You should feel comfortable I'm comfortable Because I think you're gonna love it Oh, okay 先吃吃看這個甜的Waffle Waffle is good 它Waffle很香耶 而且不是那種 我們吃到烤的比較 是比較脆的那一種 它是非常非常鬆軟的 有一點比較像 接近海綿蛋糕的感覺 You have to buy the chicken Oh, okay 他說要配著炸雞一起吃 Best fried chicken in the cottage The chicken is good 它的炸雞很香很脆 而且裡面肉很嫩 But Mr. Fader 很驚訝 這是真的第一次吃到 沒有想過 天天鮮鮮的 還滿有趣的口味 炸雞翅配鬆餅 是早期美國南方 非裔黑人家庭的 獨特吃法 原先只是想在周六的早餐 加入前一晚吃剩的炸雞 沒想到 老闆當初只為了懷舊 所設計的菜色 數十年下來 竟演身為獨不全美的 怪搭早餐 新推出的第二道怪搭美食 讓好萊塢明星儀式成主步 而且你也很難吃 對 對 我還有雞翅和雞翅 拿魚 雞翅 雞翅 我沒有錯過了 早餐就吃那種炸鯉魚 你知道通常那種炸魚 好像一吃炸魚的東西 真的都是午餐餐才會出現的 好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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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不知道什麼是黏魚的話 我會以為它會是鱔魚耶 但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鱔魚是比較像 鱔魚 這是一般的晚餐餐餐 有些人會吃它 焦糖 或糖 我喜歡吃那種炸魚 我喜歡吃那種炸魚 嗯 嗯 嗯 這不是為什麼? 對 因為它沒有味道 這東西根本沒有味道 看起來還在等待其他地方 它很像燕麥粥 但是它口感比較稍微細緻一點 很像一而熟一樣 試試這個鱔魚 鱔魚 試試鱔魚 鱔魚,什麼是這個? 鱔魚 鱔魚是一種水、香腸、醬料 和有一點點的醬 鱔魚 鱔魚是最最 popular的午餐餐餐餐 它有很多味道 對,非常有味道 哇 這個鱔魚架好妙哦 你看 你拿一塊的麵 不,不,沒有水 沒有水 拿一塊的麵糕 好 OK Dip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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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麵糕 超好吃 這個根本不像我們一般沾的醬的感覺 它根本濃稠到像 好像一碗蘿蔔濃湯一樣 裡面要吃炸菜的那種醬 我說是對 對 對 麵糕 最後我們在這裡 我們終於到了火箭隊的主場 就是這裡 Hoyota Center 我告訴你 愛玩可以橋遊 找了一個小秘判 尤其林修浩的一舉一動 他都知道 我們去哪裡 它是一個很隱瞞的洞 很暗 好,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好,來吧 好,來吧 你怎麼會吃香香肉 那是個秘判的 那是個秘判的 在這裡 放在正確的季節 然後加一點肉 才加進去 好,所以是個秘判的 很美味 是個秘判的 好,是個秘判的 最好的秘判的 真的好 我從來沒有看過 老闆這麼喝入這家 可以嗎 你會在公司 在公司 然後就在公司 做事 沒有 我喜歡在這裡 跟客人 我都要吃東西 每天 我都要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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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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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老闆真的超有趣的 我覺得這很像是 很多背包客 會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就很像一個 guesthouse 一樣 你有很多秘判 在這裡 就分享一個 分享一個 分享一個 哪些秘判 你想分享一個 有些人來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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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 所以 你想知道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都會從 球隊 Andre Johnson 我們都會從 球隊 球隊 他來 NBA NBA 哇 好多球星都來 對 我們有些歌手 我們有些歌手 誰 歌手 小女生 Bey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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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跳舞 音樂 開動 開動 所以 我吃飯 不像Beyonce 不像Beyonce 我告訴你 最有名的 人 是一位 Stephanie 從I Walker 我愛你 我的天 Stephanie從I Walker 是我 對 對 如果早上 你習慣來杯咖啡 那這家店絕對要來 因為這裡提供的Horse Coffee 從輕烘焙到中烘焙 共有五種口味 給你一個杯子 讓你可以搭配早餐 細細品味 吃飽喝足 就要前往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NBA修士頓火箭隊的主場 Toyota Center 這次愛玩客突破重重關卡 特別在球賽開打前 找了位能在NBA欄台呼風喚雨的秘密客 帶我們直擊球場的秘密基地 以及未曾曝光的Linsanity Geremy Lin 終於我們在這裡 我們終於到了火箭隊的主場 就是這裡 Toyota Center 你們有沒有看到 在我背後 這裡巨星海報 上面就是他 我告訴你 愛玩客人 瞧喔 找了一個小秘探 他可是一手掌控整個火箭隊的主場 尤其林舒豪的一舉一動 他都知道喔 Niel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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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認識你 最後一陣子 就是他Nielson 他知道很多火箭隊的秘密 這個地方是他一手掌控的 包括林舒豪在內 你知這裡的所有東西嗎 我知道這裡很多 我知道這裡很多 包括Rocket 和Jeremy Lin 和Jeremy Lin 你準備好看 Toyota Center 那些人沒有機會看到嗎 是的 我準備好了 我們要小心 因為我們不想要有人 知道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很放鬆 我們會看到一些地方 沒有人會看到 你會很放鬆 像這個嗎 是的 像這個 有點難 要叫我小心一點 不過 我們過門太高調 因為現在要去的地方 是大家都會知道的地方 NBA共有30支球隊 每支球隊都有地主的球場 而這座Toyota Center 不僅是修飾隊火箭隊的比賽主場 更可以說是球員的第二個家 球員平日練習 或是賽前賽後聚會的私人場所 這些買票進來也看不到的 NBA最高機密 一手畫面一次呈現 你準備好了嗎 是的 我準備好了 我們要去看Rocket的練習場 你記得我所說的 這是最新的 最新的 還要那個按密碼才能進去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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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經過一個彎道跟走廊 在看往哪裡啊 WOW 現在感覺真的是 好像是要跟球員近距離接觸的感覺 因為你看看 牆上掛的全部都是 從以前到現在做的那個 火箭隊球員全部的那個照片 你看姚咪也在這上面 所以 欸 Where's the German link? Where? Not here yet This is his first year So we'll put another picture at the end And that's when he'll be on there But not here yet Oh 之後就會再擺上去了 不過 現在到底 So now where are we to go? We're going down to the practice court This is where the Rockets practice everyday That we're here in Houston Really? So I can see the players there?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here right now But at least to see the floor where they practice OK So let's go there So this is a real like a game place? This is the same length and the same size as the main floor on Toyota Center 好大喔 這就是真的那個NBA球場一樣的size 你看看 這邊 It's the three points Free throw line And the three point line Oh 好遠 三分球先來這邊 So every day that we come to practice The players will come up here They'll do some film work So they'll watch some film For the game before With the coaches The coaches will tell them what they did right What they did wrong So only the Rockets players use this place? Only the Rockets players